剛剛有提到這幾個啦 所以請各位把底下像這個是有空的 你自己把它補上 這個應該前面有做過 那RISE自己補上一下 那MID的話這個自己再補一下 不過MID之前好像有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你填上公式的時候 他好像會得到公式嘛 MID 錢瓜糊 那這個資料給他 夠點 要幾個字 從第一個字 要取幾個字呢 取四個字 OK 然後Enter一下 這個好像沒問題 在Excel裡面的話 他會有一個 這個多了 在Excel裡面好像會因為格式的關係 所以這邊好像沒有格式的問題 他直接就可以過了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從開始取四個字 這個是從第八個字取 所以這個的話 自己改一下 自己用那個 游標點一下 取五個字 從第八個字取五個字 Enter一下 這也有了 然後從第三個字 取兩個字 那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其實這個 4不改成2也沒關係啦 因為後面只有兩個字 那你輸入4等於大於他的數量 他最後也只能抓兩個字 所以其實你這個數量不改 他最後結果還是一樣兩個字 OK 那再來的話 底下有一個題目 我們把它切過來 叫Twin 那這個Twin 那這個Twin的話 其實 比較大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請各位乾脆直接把Sony跟Heinem這兩個刪掉算了 因為這樣比較可以看出差異 這兩個刪掉 那 這一題的話 主要是希望說 可以把字跟字中間的空白拿掉 那 如果我今天呢 假設用Twin函數的話 所以你這邊一樣用打的 等於Twin 你把它Twin 那他一樣會顯示移除空格的資源 移除 選這個 接下來的話 你跟他講說 我要針對這個儲存格 幫我把裡面的空格拿掉 那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Enter一下 這樣他好像也會填滿 我把它填滿好了 他好像超過了 不管 那你會發現 他有把 多餘的空白拿掉 是沒錯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 像那個 英文的部分 字跟字中間 本來預設就是會有一個空白 但是呢 中文字字跟字中間 其實是沒有空白的 他沒有空白的話 如果你假設呢 用Twin的時候就不適合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空白好像感覺 感覺沒有真正把空白移除掉的感覺 所以如果以這個地方來看 我們可能不能用Twin 如果以中文來看的話 你可能要用另外一個函數 那哪個函數可以把空白全部移除掉 我們來畫一個 所以如果假設你用Twin不行的話 那可能在那個 我看一下 在Excel裡面是有個叫Subtitude 我看看這邊有沒有 Sub 這邊也有 所以你會發現 兩邊應該是相通的 Subtitude這個 那Subtitude的話就是說 你要找的字在這裡 中華民國 OK 那逗點 你要搜尋什麼字 搜尋空白 所以記得喔 前雙一號 空格 後雙一號 然後要取代成什麼呢 取代成沒有 沒有的話就兩個雙一號 後 瓜 好 那這樣其實OK啦 三個參數 那我們把它按Enter 那你會發現 有什麼差別 我把它打勾好了 有沒有 你看到結果呢 這個 中華民國這個空白 是確定拿掉了 遠傳電信的空白也拿掉了 但是英文好像就出問題了 所以以這一題來看 可能你要是 可能要做一件事 就是呢 如果是中文的話 那我們用Subtitude 反之的話是英文的話 那我們用Trip 所以這邊可能需要一個邏輯判斷 但是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函數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 到底儲存格裡面放的是中文還是英文 中文還是英文 有什麼方法 其實如果直覺想到的 可以用那個內碼的方式 所以如果假設 你們可以找一下 函數裡面一個叫Call Call的話呢 是 那個內碼的對照表 那Call的話呢 如果你錢掛呼一下 你跟他講 你幫我把這個的內碼抓出來 那你會發現Enter Enter的話 這個多了 沒關係 這個把它刪掉 那你可以看到 這三個得到的內碼 有什麼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 如果是英文的話 它只有兩碼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假設是 什麼呢 它是中文的話 那它會是幾碼 它總共有兩萬多跟三萬多 所以其實如果假設我們要判斷是中文還是英文的話 比較簡單的辦法 實際上就是利用Call 然後只要這個數字 它是小於127 表示說它應該是英文 那你想說 為什麼是127 其實主要你可以從那個什麼 我要把它放在 我看一下 我要把它放在那個 好像沒貼上去 我看一下 主要是說呢 那個在 美國人設計那個電腦的時候 其實它沒有想到說 會有其他國的語氣 所以理論上呢 它只會想到什麼 想到那個 就是英文啊 數字啦 等等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們查一個關鍵字 叫ASCICO OK 這個ASCICO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內碼表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ASCICO內碼表 我們點這個圖來看 其中一個 這個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ASCICO內碼表 這個把它點開 這個好了 這個有顏色 看起來比較清楚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編碼 這個DEC的DECO 的位置從零開始 一直到一二七 有沒有 零 這個應該到三十一 然後 然後 這邊一直往下 到一二七 那也就是說呢 在美國人設計那個 內碼位置的時候 其實它就抓一百 一二七 零到一二七的位置 那放什麼資料 其實主要是放什麼 你可以看到這邊是放 CHA就是放裡面的內碼 這個應該是一些控制碼 跟什麼呢 跟它的符號 還有數字 另外的話 大於小於等於這些 然後還有 英文的大寫 有沒有 跟英文的小寫 所以啦 理論上 假如那個數字 只要不要是大於一二七的話 那理論上 我們就把它當 英文來看待 反之就是中文 所以喔 如果假設喔 我希望 根據剛剛的這個敘述 如果要寫一個判斷式喔 所以我今天假設 你們想想看 第一個我用trim trims比較適合用在英文上面 那subtitude的話呢 比較適合用在中文的去除空白上面 那如果我說我要把兩個結合在一起的話 那勢必需要有一個邏輯判斷 那判斷的話最簡單方法 你可以用calls calls要怎麼樣 如果那個條件 calls得到的結果 假如是大於一二七 大於一二七那表示它在中文 那我用subtitude 反之的話 那我用什麼 我用trim 那這個公式該如何下 所以有點複雜 if 然後加一個什麼 條件 calls 然後再加一個subtitude 跟trim 總共四個函數 如果假設我希望全部串在一起 放在這邊的話 那該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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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